Hello各位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手游周报 本周的手游新座消息也是花样不断 不但有大尺度手游国服炸裂过审 也有二游大厂上演追星成功的戏码 以及每期必不可少的手游圈乐子新闻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这次的手游圈都发生了哪些事情吧 韩国游戏厂商Hepam宣布 将于11月14日至17日 与韩国釜山Pexico举办的 Gistar 2024游戏展览中 首度放出由Equartree Games开发的 三一级MMRPG游戏 缔造者放逐之地 据悉本作原本开发代号为Project A 是一款三一级MMRPG 拥有细致的画面 拥有Areal Android 5的尖端技术 将带给玩家不受限制的 以飞行 攀岩 游泳等多种方式 探索世界的自由感受 玩家将在广阔的世界中 与独特的Boss怪或众多怪物 进行激烈战斗 目前本作的具体信息不是太多 但从先导预告中可以看到 游戏画面确实还不错 都市一能策略卡牌BG一色 于18日公开了本作的养成系统 元气 潜能 滞渴 等三大养成系统详情介绍 同时也宣布 原置测试也即将于10月24日正式启动 线下RTE竞赛 亦将于同日开放报名 在原置测试期间 完成指定任务 更可免费获得SSR角色 角色时装等奖励 同时在测试期间 通关指定主线关卡 在游戏上市时 即可获得专属头像框 最近外网放出了韩国二转手的 九月份份额排名 排在第一位的是星帖 第二元神 第三位尼基上丽女神 第四到第十名 按顺序分别为绝区林 第七史诗 卡卡传说 英雄三部曲 我独自升级 秃秃脸 明朝 开首第十名大门的则是FGO 其中第六名的卡卡传说 是本月新进入榜单选手 不得不感叹 以下在韩服还是有着绝对的统治力 看来绝分发布的更新和新角色 还是很给力的 以及FGO仍然是那个云淡风轻 宝道不老的选手 来看个乐子 邦铁很喜欢玩现实梗 这个大家都知道 这方面可以说是梗上涨了个游戏 最近有贴吧网友发现 邦铁直接玩起了 秃三人团事件的梗 剧情中奇怪的观众说 我推的缭乱一开始就是三人团 慌周知 至于那个弹吉他的 只能说 最初的梦想本就与你无关 其中最初的梦想本就与你无关这局 直接被沾接到小破站的视频色有所杀 就能看到无数要受相关的视频 直接提到了弹吉他的 甚至可以说 这已经和暗事毫无关系 直接整面开大了 很快有人发现 崩铁中还有阴阳心童的段落 不得不感慨 现实真的是崩铁永远吸收不完的养料啊 总能有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被吸纳进游戏中 也算是梦幻联动了 在战双帕米15周年直播活动上 官方正式官宣 战双与鬼戏舞的联动企划 虽然具体联动内容还没有套路 但参考以前尼尔的联动作的效果 相信尼璐、弹丁、维吉尔 一定都会出场 并且有专属剧情的 而且招式动作的还原性 肯定也不必担心 说起来隔壁崩铁联动Fate 这些战双经过一年准备 联动了鬼戏舞 两个游戏都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 追星成功了呢 独立游戏开发者Punko宣布 吸血鬼幸存者将于10月31日 也就是万圣节那天 放出恶魔城主题新资料片 该资料片中将加入超过20名新角色 众多新武器让玩家有更多不同的战斗体验 吸血鬼幸存者是款强调极简玩法 与热过来的元素的时间生存游戏 自推出之后获得了好评如潮的成绩 最近官方宣布 预定于10月31日 推出第三部合作资料片 恶魔城送歌 同时这也是第二次与Kanomi合作 在本次的资料片中 玩家将可以体验来自恶魔城系列 超过20名新角色 包含编子爱好者 吸血鬼猎人家族贝尔蒙特 以及贝尔纳德斯家族等人物 同时好超过40把新武器 以及灵感来自恶魔城迷宫回廊 恶魔城白夜写奏曲 恶魔城被读的刻印的法术咒语 还有魔法武器 如阿鲁卡多之剑 阿鲁卡多之枪 以及阿鲁卡多之盾 投射物 符文等 另外玩家可以为每个角色解锁 至少一个武器选择工具 除此之外 吸血鬼幸存者将推出有史以来 面积最大的地图 地图充满了邪恶的秘密 和一群可怕的首领 地图上还会响起 大量恶魔城混音群目 好家伙 这下真是独立游戏 成功专心了 在历经数月的公开测试 更新一期玩家回馈后 卡车模拟驾驶手游 Trek Driver Go 现已正式登陆App Store 及Google Play商店 本作灵感来自于热门游戏 货车驾驶Trek Driver 为玩家提供卡车驾驶体验 除了拟争沉浸的驾驶体验外 游戏将包含引人入胜的 故事情节发展 玩家将运送各种货物 穿越复杂的道路 探索多样化的环境 完成一系列 具有挑战性的 卡车修理和驾驶任务 数据分析公司Sensor Tower 月22日公布了一份 关于PGSK的分析报告 报告中指出 本作的全球累计营收 已突破8亿美金 其所带来的营收 在Saga所有手机游戏中 占超过50% 本作的玩家 除了智能手机使用者外 还有很大一部分是iPad的使用者 而本作营收最高的市场为日本 其营收在所有市场中 占超过90% 同时本作是Saga营收上的 一大支柱 根据数据显示 从2020年10月 至2024年9月为止 本作的营收 在Saga的所有手机游戏中 占超过50% 啥也不说了 出赢赛高 本月是SysCAD开发的音乐游戏 Dynamics的十周年庆典 活动期间 除了所有曲报将提供半价优惠 以及新增专属称号 和角色扑面等活动外 SysCAD还带来了续作 Universe的最新消息 Dynamics Universe 作为Dynamics的续作 玩家将化身为宇宙开发队的一员 探索不同星球 挖掘过去的秘密 逐步解开音乐消失于历史中的原因 在游戏中 玩家将探索星球中的数据遗迹 寻找失落的节奏碎片 和远古的知识 本作将采用独特的 三面下落式玩法设计 并改良Dynamics的系统 加入同时标记和新应付 让玩家能够更加轻松地体验游戏 同时游戏将延期2025年 以气宝能为各位玩家 带来最佳的游戏体验 目前已经开放了 封闭测试的抽签报名 新的玩家将能率先试玩 绝了 尼基竟然过审了 10月25日 国家新闻出版社公布了 最新一批2024年 进口网络游戏审批信息 和10月份国产网络游戏审批信息 分别有15款国外游戏 和113款国产游戏过审 其中尼基胜利女神国父 也赫然在列 定名胜利女神新的希望 目前可以确定 一期国父版本 将由咪咕和腾讯游戏联合发行 而且咪咕已经在自家官号 发布了游戏成功获得版号的信息 目前国父版本正在积极筹备中 后续信息将通过官方社区陆续公开 只能说真的有些震惊 游戏本身会过神很震惊 这个联合发行商选的也挺震惊的 就是不知道 到时候的和谐程度会如何呢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啦 如果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 可以点赞关注三连支持一下 这里是岁日纸记的手游周报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